原标题王宝强劲是2018年赚钱最多的,比黄渤多34.4亿,同比徐征多4亿。 2018年转眼间就走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大影院上名的将近上万部电影。 国产片不断地增强在内地赢得不俗的票房各大影星,也赚得喷满波影。 知道2018年那个明星赚钱最多吗? 他就是王宝强,他比徐征多4亿,比沈腾多了22.5亿,比黄渤多了34.4亿票房。 先看一下黄渤2018年主演的电影吧。 他将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他指导的厨女和艺术好戏上。 除了这部电影带来没有其他主演的电影,在2018年上名的,一出好戏的票房,最终定格在13.6亿这点票房,跟王宝强的比起来,整整少了34.4亿。 沈腾还算不错,单单一部西红石首富,就收获了25.5亿票房。 他主演的电影,也就只有这一部其他的理查的姑妈、龙虾刑警统统都是客串而已。 虽然票房比王宝强少了22.5亿,不过已经是开心麻花最赚钱了的一个了。 徐征他是2018年唯一能与王宝强比肩的喜剧大咖。 不过,他的最终票房还是比王宝强少了4亿徐征主演的。 我不是要审战获了30.7亿票房,幕后玩家3.5亿,超时空同居8.9亿,江湖儿女6950万。 票房共计差一点点,就是44亿王宝强2018年绯闻最多的明星。 这又是2018年赚钱最多的一个演员,唐仁街探案尔,33.97亿。 屏风侠,时空行者3449.3万。 还有黄宝的一出好戏,13.6亿也有他一半。 毕竟他也是主演王,合计将近48亿的票房。 王宝强他是2018年票房最高的明星,同时也最赚钱的一个吧。 他自己的开的公司,也不断在投资投资了不少的影片。 连黄国的处女都一出好戏,他也是投资人能说,他不是2018年最赚钱的一个明星吗? 回起想起,他之前的卖铲香感觉,是大大讽刺了,娱乐圈四大喜剧演员。 王宝强才是最大的赢家婚姻不顺事业,混得风生水起,王宝强的吸金能力如此强。 马荣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真的看不出2018年最大的黑马会是王宝强? 本以为会是徐征的。 陆孤三错了王宝强的吸金能力如此厉害。 北京王宝弱的吸金能力来接受到了一些瓶面来接受到这些水平民可以接受到了w sustainability今天时间可能 worked。 。 。 嘛嘛。 。